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聪 关于这个Badu的课题呢 这个拉菲茨的部门呢 昨天正式宣布了 那些就算过了截止日期 也没有注册的人呢 将会自动注册 OK 也许啦 这件事情呢 很多人呢 都把它当作一场闹剧来看 昨天呢 也很多人很生气 感觉好像被这个拉菲茨给刷了 OK 连我自己本身都有这样的感觉啦 老实说啦 OK 当然 拉菲茨在这个Badu的课题呢 肯定是扣分了啦 很遗憾的说一句扣分是肯定扣了啦 OK啦 如果我们退一万步讲 我们往好的方向去想啦 拉菲茨搞这个Badu呢 到底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作用 OK 首先第一 就是呢 很多人都猜想啦 这个政府到最后呢 是一定要推行这个 目标式补贴的 所谓的目标式补贴的就是呢 以后所有津贴都会被废除 然后呢 就用这个Badu的系统呢 来鉴定谁是真正的雄人 然后呢 这些津贴呢 就会变成陷阱了 直接进这些雄人的户口 然后那些M40啦 还是T213啦 以后呢 没有办法享有这些津贴 也没有先前会进他们户口 大概是这样的猜想啦 然后Badu呢 还有第二个作用 就是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拉菲茨呢 是搞统计学出身的嘛 OK 可能他正在收集着马来西亚的大数据 就是你有了这个大数据过后呢 就好让他的经济部 还有这个整个政府呢 以后要规划 马来西亚的种种东西 种种政策呢 都有实际的数据 来的规划 而不是呢 乱枪打鸟这样啊 OK 完全不了解这个数据 那个数据呢 就想哦 我想到就做 想到就做 你想到就做是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呢 做的分量啊 要几多 要几少 你知道吗 所以这些就需要靠大数据来支撑了 OK 所以讲到大数据了 我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两个中国历史上出名的 这个大数据的故事 OK 首先第一个 发生在秦朝末期的时候 就是秦始亡死掉了 然后他的小儿子胡亥 就登基做了这个秦二世 然后呢 这个秦二世呢 在这个糟糕的挟持之下呢 就弄到整个潮岗非常的乱 然后呢 整个秦朝呢 就摇摇一追啊 到处都爆发那个农民起义啊 就快要打到这个咸阳 也就是他们的首都来了 OK 然后那时候呢 这个 楚国呢 是这个天下一军的主干力量 然后这个楚国呢 最主要的将领呢 就是赫赫有名的项羽 西楚霸王项羽 OK 然后呢 这时候呢 还有一个将军 但是呢 名气呢 输给项羽很多 甚至当时很多人都看不起他了 这个人呢 就是呢 最后的赢家 刘邦 就是开创四百年汉朝的刘邦 OK 然后那时候呢 这个项羽跟刘邦呢 就在这个 楚怀帝 那时候呢 在他面前呢 抽签 就是要决定 现在我们要去打这个 秦朝的首都 咸阳 但是现在呢 有两条路 一条是东路 一条是西路 西路比较容易打 东路比较难打 现在这个项羽跟这个刘邦呢 就抽签 谁打东路 谁打西路 结果这个刘邦 非常的好彩 他就拿到了西路 比较好打了 然后这个项羽呢 就抽到了东路 但是项羽其实也是高兴 为什么 项羽都是专门 很喜欢打仗的人嘛 这个东路这么好打 对他来说很好玩 OK 所以呢 他们就这样 分道扬镳 然后呢 这个项羽呢 在东路呢 是一路的血战 OK 他打的每一场 几乎都是突成突成 突出去的那种 然后这个刘邦的西路呢 倒反过来 很多层次呢 甚至他是兵不血刃的 随便靠一张嘴巴就可以把人说服到投降的那种了 然后这个刘邦呢 就很快的就到达了这个仙阳门口 然后呢 这个项羽呢 还在那边一路打出去 还有牌 还没有到仙阳 OK 所以呢 当刘邦到达了仙阳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秦朝的第三个皇帝 这时候这个胡怀已经被造高杀掉了 而是这个 据说是 秦始王的孙辈 还是什么 总之不是秦始王的 直系的亲戚 就是他一个家住的人啊 就做了这个秦三世 名字叫做子婴了 然后这个刘邦已经到了这个咸阳的门口了 这个秦三世这个子婴呢 就率领全城的人民出来投降 然后刘邦也是很仁慈 他借过了那个议席 他也没有杀人他的人 他甚至呢 还牵着这个子婴的手 一起进入这个咸阳城 然后呢 之后呢 也是善待这个子婴 OK 然后这时候啊 刘邦的那些手下将领们啊 都很高兴的 去这个咸阳宫 找那些金银财宝啊 当然了 就是啊 纳威吉友啊 OK 大家都很高兴的 就去找钱啊 找金银财宝啊 但是呢 刘邦回下有一个人叫做萧和的啊 他没有去找金银财宝 他去一个地方是完全没有人去的就他一个人去不了啊 他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秦朝皇宫里面的这个资料库啊 他去的那个资料库他就看到那边做工的人他就说你们秦朝皇宫里面的资料有哪些哪些跟我讲一下怎样分类怎样分类的我全部打包走啊 OK So 萧和呢 是刘邦回下了啊 数一数二最重要的核心人物啊 他的其他那些将领们啊 他已经是忙着去啊分那些金银财宝了 但是呢 这个萧和呢 完全没有惦记着这些金银财宝 而是跑去这个资料库那里拿资料 他拿的那些资料是什么资料呢 就是 这个秦朝的政府 他在咸阳宫里面啊 他可以统治整个中国这么大啊 然后呢 整个中国总共有多少个郡县啊 然后多少个郡县里面啊 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土地啊 各种各一量的这些资料都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啊 所以萧和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打包这些资料啊 然后呢 他打包了这些资料过后呢 他就可以掌握整个中国 什么地方有人 什么地方有地 什么地方有钱 什么地方有矿啊 明白吗 所有的资源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你要知道那个年代啊是两千年前啊 没有internet的啦啊 你要找资料 你就只能够去 去咸阳宫里面的资料库找啊 只有这个咸阳宫里面的资料库才有完全中国的资料啊 但是全部人去找金银财宝 只有这个萧和去找这个资料 然后就因为有了这些资料呢啊也大大的帮助了日后呢 这个刘邦啊到最后呢打赢这个项羽成为最后的资料 这些资料非常的有用 好 这些资料呢 你想一下是这个秦朝呢 废了多少年 统一中国过后 然后呢才统一起来的这些资料 然后萧和不费摧毁之力 这资料就是他的了 OK 这个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这个大数据的历史事件 然后萧和也利用了这些大数据了 在日后治理这个汉朝啊是非常的起很大的作用 OK 好 所以我讲完这个秦朝汉朝 刘邦萧和 所以我现在讲一下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的这个大数据事件 就是在元朝末年的时候 元朝就是蒙古嘛 元朝末年的时候呢 中国尤其是南部了 爆发了很多那些农民起义 就是说本来元朝呢 蒙古人呢是控制完整个中国 元朝的版图是很大的 OK 然后 到了元朝末期的时候呢 他的皇朝已经没有利了 每一个皇朝的庶民都是这样 你久了过后呢 你一定会衰退的 你衰退的话就各地都爆发起义了 然后呢就很多那些当地的那些农民呢 就起义都是汉人啊 OK 因为他是蒙古人的统治嘛 然后汉人呢 起来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嘛 就各地都有很多那些起义军哦 单单在中国的南部呢 就有三个主要的起义军 在最西边的那个叫做陈尤良 然后东边这边呢 有两个 比较中间的那个叫做朱元璋 朱元璋大家知道了 然后呢 靠海东边的那个呢 就是这个张四成 OK 然后 这一个 朱元璋呢 他可以说他是比较幸运的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三个势力里面啊 拿到最好位置的啊 就是这个朱元璋 朱元璋呢 他拿下了南景 这个南景呢 从三国时代开始呢 就成为了很多个朝代的首都 所以这个南景呢 一路来都是一个首都来了 中国南半部的首都 我刚才说那三个势力 陈尤良 朱元璋 张四成 陈尤良拿到的地方 比较差一点啦 OK 然后 朱元璋拿到的地方 就是这个南景 就是 历朝历代的首都 然后张四成 拿到的地方 其实也不差 就是苏州那边 那边是很有钱的地方 但是他不是历朝历代的首都啦 那个地方 所以只有朱元璋这个地方呢 他里面呢 是最多这些 整个中国南半部的资料 因为他成为很多代的 朝代的首都嘛 然后那时候呢 这个朱元璋呢 他会下有很多文官武将嘛 其中一个文官叫做李善长 李善长在初期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朱元璋主要的军师 只是后来多了一个刘伯温 那风头又盖过了这个李善长 前期的时候他非常的依靠这个李善长 然后 这时候呢 这个朱元璋呢 他刚刚打进去这个南京城的时候呢 一样的 这个李善长呢 其实也不是他original的idea啦 他100%是超销和的啦 就是呢 朱元璋的那些将领呢 就急急忙忙去搜刮经营财宝啦 OK 然后呢 这个李善长呢 不去看经营财宝 也是第一件事情去找资料库 他做的事情跟当年销和一模一样 就是他去到资料库 然后他在资料库里面 他可以拿到呢 整个中国南半部的所有的那个生产资料 就包括我刚才说的 什么地方有人 有钱 有矿 有地 这些资料全部都在那边 因为在以前 元朝还控制着整个中国的时候 整个中国南半部的首都 就是在南京 所以呢 所有的资料都在那边 所以我说 张世成 他所在的那个苏州 虽然是非常有钱 但是他没有这些资料 就是朱元璋 张生命好才有这些资料 OK 所以李善长 也是做了跟萧和一模一样的事情 他掌握了这一些资料过后 在后期呢 大大的帮助了朱元璋了 打败这个陈友良 还有这个张世成 同意了南方 然后呢 再顺便同意买整个中国北部 OK 所以 整个路线跟萧和一模一样就是了 OK 所以我跟大家讲完了 在中国历史上两次的这个大事 大数据事件了 OK 所以我们讲回今天的拉菲茨 其实拉菲茨要做的事情 也是类似像萧和李善长这样 就是 我是统计学术省的 OK 我现在发挥我的所长 我坐在这个经济部长的位置 我现在呢 就是 收集完 马来西亚国民的所有的大数据 然后 用我的系统 再重新的整合 整个马来西亚的资源 要怎样分配怎样分配 然后 有了一个具体的 proposor了过后 然后再陈给这个内阁去讨论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这样的路线 只不过呢 处理的手法 有点太粗糙了 就如我昨天所说的 这个巴度 本来是信心满满 以为很多人会注册的 结果一半 这有一点下不了台 到最后选择用这样的方式 收场 就 不用注册了 没有注册的人 也可以自动注册 OK 虽然 也许你 当初设立这个巴度 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只是 它的整个手法 粗糙了一点 OK 我 现在我还是很期待 这个拉菲茲呢 能不能 好像萧和跟这个李山长江 真正的利用了这个大数据呢 然后呢 真正的可以做到有效的重新分配 马来西亚的资源 我是很期待啦 只是 现在我们还看不到 这一届政府 还有三年 我们就等着看 接下来三年 拉菲茲可以利用这些数据 做出来什么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